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飞然后刚才带着这些证件啊这个出生证明户口本结婚证还有身份证啥的 然后到我们当地的派出所啊然后时间也到了啊然后给瑶瑶办理一下这个户口啊给他上了一下户口啊 没想到还是挺顺利的啊不到十分钟吧就上完了啊就是这样然后现在就回家了啊 然后我现在已经到家了啊现在这个天真的不知道咋回事啊这个早上的时候你不穿个外套啊出门就是齐天明车出门就特别的冷啊 然后这个到中午了又感觉特别的热啊消火回去 然后把毛孩子给他们放开啊要不然在院子里他们要乱叫啊不放开的话 然后着重说一下我的这个发型啊我的这个发型并没有经过任何人的设计啊 这完全就是风吹的啊大自然的设计啊就是这样 有点大背头有点科科技风啊是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挺适合我的对不对 想的个子高吗就是这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倒下啊 这样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呢 背着那叫 去去去回去 哎呀真的是不能让他们乱叫啊乱叫的话真的是小孩子刚睡着啊就是这样 我现在每天压力都特别大特别的紧张会有这种心情啊 就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空了 我会在这个躺椅上躺一下啊 舒缓一下心情啊 这个椅子的话 之前是我妈买给我老爷的啊 后来不是我老爷走了吗 然后前几天我老娘给我们拉回来了啊 说现在也用不到啊 让我们自己都放在家躺啊 就是这样也刚好啊 然后的话给毛孩子们 把他们里面卫生给搞一下啊 真的他们别乱叫 我的心情都会好很多 乱叫我的猛的一紧张猛的很难受 然后毛孩子们的里面啊 已经全部都给他们清理掉了 就是里面之前那些被子啥的啊 冬天的被子啥的 已经全部给他们去掉了啊 就是这样 我在考虑要不要再给他们铺一些被子啥的 就是会不会暖和一点吧 大家可以说一下啊 看毛孩子对吧 看这些狗他们需不需要这个这一项啊 就是这样 因为我是怕他们睡着不舒服吗 因为猛的从非常软到可能会硬一点吧 就是这样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 他们都好好的啊 就是稍微有点委屈笨笨的啊 因为这阵子的话 小花一直掉毛啊 扫地啊 一扫一地毛 一扫一地毛啊 就是这样 真的也是很难受啊 不是这样的 嗯 那俩给家后号标显啊 不要动不动跟那拔烂 你看你看 小花把那个都给拔烂了啊 好了 回去 把它晚上 老是晚上拔 这个狗 老是晚上拔 给那俩放到家 是另有神意的 还不明白咋回事吗 要不然叫小黑姐回来 那俩谁去治小黑的本去啊 谁去接小黑的本呢 好了 小花 不是叫你说会 叫你先弄的 嗯 你看咱俩帽掉了 真实力 然后我站在这里 听到宝宝又哭了啊 就是这样 是不是我们打扰到他们了 真的是很无奈 前两天没拍视频的话 就是因为发现五一期间的话 就是播放量啊 还有视频收益都很低很低啊 所以就突然没有什么动力了啊 突然就不太想拍了啊 就不太愿意拍摄了啊 所以这那三天就没有拍摄啊 啊 就是这样 但是 特别想啊 特别想去找一个其他的 看能不能就是周围有没有能做的事情啊 但是一想到都要做了这么多年 对吧 账号啊 还有毛孩子啥的方方面面都不想放弃啊 那今天的话还是继续啊 继续坚持对不对 继续坚持就是这样 希望就是多赚一些钱嘛 就是这样 就说白了都是很直接的啊 就是希望多赚一些钱 毕竟也付出了特别多的时间 特别多的努力在这里 对不对 一直入不复出的话 总感觉心情很失落 大家知道吗 那种心情特别的失落 失落 失落久了 人就好像什么都不想干一样了啊 不太不太愿意去拍摄了啊 就是这样 然后刚好这个网也没有了嘛 家里的网又断了 然后又去交了一下网费嘛 就是这样 所以的话 今天继续坚持 继续坚持拍摄啊 给大家看到家里的毛孩子啊 因为确实有粉丝说 挺喜欢你家毛孩子的 希望你继续坚持啊 就是这样 我还是努力吧 就是这样 大家看他俩的表情啊 一个愁眉苦脸 一个喜笑颜开啊 小花知道我一样啊 在为我担心啊 他们就是没心没肺啊 快快乐乐每一天啊 就是这样 来楼上看一下这俩小家伙 这被子啊 自己都把这个被子给拉了出来呀 就拉着等一下清理一下 这里面的话就剩这一点点的啊 是他俩拉的 给大家看看啊 都活的好好的 就是这样 然后我先把楼上 他俩的卫生给扫下 然后再跟大家再说吧 哎呀我的天啊 这俩刚吃上了 我这一回头啊 这新鲜拉出来的 毛豆啊 我谢谢你啊 你真是好人啊 你真是好人啊 哎呀我的天哪 我全部给他清理一下 然后清理好了啊 让他俩在这边吃饭啊 家里反正是 不管是前面那个院子里面的 小黑和黄豆啊 还是说这个院子里面的 对吧 笨笨还是小花啊 基本上先吃饭的 都是楼上这俩啊 因为他俩的话 就是属于那种特殊照顾嘛 就是这样 属于对吧 老弱病残这种 就是特殊照顾嘛 就是没有歧视你的意思啊 老豆就是这样啊 然后 反正是他俩都挺能吃的 都觉得狗粮快喂不起他们了 就是这样 真的特别的能吃啊 特别是毛豆啊 就比如我现在喂了他 然后一个小时 或者什么时间上来 绝对是空空如也啊 他就不带剩的啊 就是不带剩饭的啊 就是这个 对吧 就每次都给人错觉 好像他很饿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样 嗯 然后等一下忙完这边 然后就要去前面啊 去喂这个 黄豆还有这个小黑了啊 就是这样 他俩的话 反正我每天至少都是要去一趟的啊 那时候去两趟啊 就是这样 也是拿回跑嘛 是这样的 然后的话就 毛豆的话 他这个毛的话 我考虑到时候给他剃掉啊 接下来夏天到了 越来越热了嘛 毛豆身上这个毛确实太长了啊 然后全部都给剃掉啊 到时候就是这样 到时候凉快一点 要不然就像前两年 我记得那年他中暑了 就是整个狗就直接蒙圈了 那种状态啊 然后深呼吸 而且特别厉害啊 今年说啥 不能让他中暑了 就是这样 哎 恭敏吧 说你吃的多了 过来看看我是不是 嗯 去吧 没人喜欢你 去吧 小微 去吧 嗯 握手啊 要跟我握手啊 什么时候要握手 啊 我是喜欢你的 去吧去吧 吃饭去 去 吃饭去 这那两个还换着弯吃啊 毛豆吃吃这边吃吃那边 是不是 毛豆也是有点小霸占的意思啊 好像在说啊 你刚才是不是摸这个小背了 我是摸他了 也摸摸你啊 这过两天把你的毛给你剪一下啊 就是这样 嗯 剪一下啊 剪一下凉快一点 嗯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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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吃饭 哎呀